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时候我们要捡来这个五点缠转 我们在实战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个地方 实战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个地方 我说一下 我们在实战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要记住了 你要知道它是什么使用 它肯定是在进展的时候用的 要记住这一点要记住了 你不要在外围一顿走 你往一脚踢过来 这个记住了它是进展的 第二个我们要有一点几点 因为这个它是在接触运营 我们首先应该知道是什么 要抢动对方 抢攻对方 咱们不要让人把先出手 抢动 抢攻 抢打 要这样的话 不要让人把打出来 这个不是内排 你没有机会能不能过头去闪 没有过头的机会去掉这种节奏 这种虚拣的对方代表 你比如说我跟他把这边带来两个人 怎么办 没办法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就讲得了 快 有时候上去接触就是那一下 只要把对方打打 就这么简单 还有一个就是 抢动抢动 还有一个能不能在防守的时候 也有一个意思 前面是一个主动 要打进防守的意思 要抢动 还有一个就是主动去防守的意思 强防白杖都能全打在这地方 也许要接触 你能不能先下车 直接先下车 最好就是 对方还能处置别当中 抢不来 如果他对方没有抢动 没有抢动 没有抢动 这个情况 在街头 先下车就强了 有这种理念 实际是理念 这不是记忆的问题 有时候你记忆再好 如果别人的医学 你再来的医学 你就会蒙一下 要记住这个理念和证据 理念要找不好 必须是 尽量如果这方是练过 尽量让他手出不来 是最好的 当然做了这些 只要我们来 自己去对抗训练 我们的手 而是要我们自己的手 手法的注意 要注意哪个地方 首先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手 有一个这种 扶口单开 有这种功力 上去是这个层肩 要控制住对方的手臂 我先讲到层肩 可以保持定位置 所以说 你只要一动手 上去 靠手 这个手 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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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 一走 就过去了 但是我们这个 弯力一定要 抢回来 这种力 保持 从这个腰下来 我们的脚 都能力量抽回来 这个大小人 人力进去就狂打 划疯 划疯 转 气势 一定要出来 这种感觉 就你上去 恩了 恩了就是一下 搞定 注意这一点 练的力量 练的力量 打的时候 能够一击 一击 一击比较 就它一击比较 就一招 一下上去就搞定 好 还有一点手 去控制这种手 你比如说 我是这个姿势 我是左脚 对方也是左脚 我们上去的时候 可以是 直接去控制它一个手 但是呢 控制它一个手 你就往哪走 如果说你控制它一个手 它就靠你冲得快 启动就要快 这个是什么样的 控制这种 还可以 最好是上去的 严格手要控制 因为我们这个强调的就是这种 严格手要控制 我们手上有功力 它有动力 它有动力 往里面逼着它 它要动 你推上一下 动力干涉它就能 但是上去的时候 怎么样 它把它手回来控制出来 也是一个方法 你不要去抓它前面 它会 你抓它这里 它会跑掉 因为它靠 靠到那里 就是你从它这个地方 滑下去 滑下去 到位的时候 要松化 把重心压下去 干涨的方法 就这样 你一下上去 这种感觉 比较有 还有就是 在对方的脖子打穿过来 打穿过来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这种 防手的方 防手的方 比如对方打过来 这种感觉 防手 防手 这种感觉 力度 力度要出来 才可以 防手的手 但是 不需要 最好就是在对方打过来 打过来 靠 拍它的手 直接 我前面讲的 抖腕 打对方的手 但是距离有不足 就像是大往温的感觉 但是手上 都是有功力 有功力 就是你每天上去 都是有功力在这里面 才可以 我前面说过了 终结定位 坚持下去 以及有功力 不需要直接上去 推一下 都是有力量的 推一下 都是有力量 还有就是 它这种手 这个是有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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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全打过来 可以 我前面讲的 这个基本功能当时 抖腕了 在这个手就要发挥出来 没有什么时候 就全打过来 打过来 打到手 很好 这种感觉 都可以 你气势要出来 打到手 打到手 始终打药 不打药 他对这个手过来 也是一样 打到手 打到手 到后面 如果连其他技术 都可以用 不一定说 我说到后面才知道 为什么 不只是一个招 因为我们前面讲 那些技巧 也都用出来 有时候上班的时候 打过去 都再打过去 靠一举 靠一举 这个手上受不了了 你别看我这抽一样 真正的抽到手上 你自己可以抽一样 但是它有抖腕 你打到手上受不了 好 但是呢 关键的是 第一下 你启动 就吐了 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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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吐了 还有一点 你比如 你切成这样 最后这个车往外面抽 抽的时候你马上进来 这个时候你就有功力了 点进去 调 都是可以 这种感觉 全靠 身体 抖动 好 打打打 这个我只是讲话一样的 意思里要去记住 抢动快 我要给对方机会 最好不要说我手出来 对方手出来 一定要打他的手 就用我前面说的抖腕的 就用力已经被动了 对方打过来 打他的手 这个不是内谈 很多时候 不需要你就叫你 赏半天 打开成就要赏开了 这样 我们打兵器就要 因为有时候是为了 介绍他 反减和复权 我们这个博士去打比赛 因为你带了拳招 带了拳招 这个技术也用不了 用不了 只能是 带分子拳招还不可以用 所以说 最好是脱带拳 脱带拳 还有就是 肩要沉下去 手要定位 手上要有功力 只要沉肩 最左手上去有功力 靠上去都有力点 这一点都不到 好 你别看我上去靠一样 还是有力量在里面 你不然的话 这样你靠队形 包括这时候你进去 都要拿圆域 也有功力 在这个被控制 好 这一点 自己要记住 一定是要 底面 不要脏包 就是我前面说的底面 一定要抢弓 抢弓 一旦贴身 就要靠我们的身体 绵绵不断的滑力 你有时候 待着我脸还都不会 但是你要 聚客的收入 你的身体内 这个滑力 绵绵不断的打进去 有时候其他人 你就倒它一样 调定了 因为这个滑力 是特别强的 特别强了 就是 特别强了 好 现在直接掌握 掌握我的理念 这里主要是讲出 理念的问题 还有前路 主要是 念在前面的 要保持续练 尤其是基本功 按个手 也就是手指的训练 好 这里给我们讲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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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